喂 明天就是周末了 想要去哪儿玩了吗 我没想出来 你安排吧 要不然 来我家 怎么 不敢 那有什么不敢的呀 你别想太多啊 就是因为你没来过我家 让你来扔个门 我可没想多啊 你想多了吧 行 那明天我叫上王逸洋 跟何宋男 咱们一起吃个火锅 好 行 帮你早点休息 拜拜 你怎么还自己带东西来 我第一次来嘛 带点吃的喝的 你最爱的白桃味 那我吧 这是大菊吗 大菊 你还记得我吗 我跟你说啊 他要见在老野了 已经成为这片的猫王了 你这么厉害呢 就是长胖了 那还不是你喂得好 去吧 你去玩吧 你还留着他呢 我给你换的那个台里熊呢 我 早上了 真的假的 我 他们俩到了 我去帮忙拿东西 好好吃 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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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君爷 老何 老何 你知道 审券为什么放弃宿舍吗 要不这个事 你还是问他自己吧 跟他舅舅有关吗 快快快快快 买这么多东西 今天晚上吃死你了 来路上就是让饿 要吃饭自己做 对不起 真环节在银丝店里 吃火锅里自己吃 吃吧 银丝 走走走 缩饭去 我不去 我不想去 要帮忙吗 不用了 你就等着开饭就行 来来 吃火锅了 为了我们四个人 又能在一起吃火锅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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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爷谈了恋爱就是不一样嘛 何止卷爷啊 我上了大学也变了 之前我觉得种菜简单才选的农业 没想到真的太难了 你不是在那儿研究什么高科技农商品的吗 别提了 种菜没种伤 抓了一个月虫子 抓什么呢 我跟你说 那个虫子 肉嘟嘟的 毛茸茸的 我们老师不光让我们用手抓 还让我们放在手里 观察辨认写报告 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说 我现在的眼睛就是分辨农业害虫的扫描仪 没想到种菜还挺有意思的 老哥 你逛两天带我去逛一逛美 我可以收集一些素材 你干嘛 又导过你的短视频呢 我们家粉丝今天鼓励我 催更打绑 我想的是 把这件事情好好做下去 为了你的事业 来 兄弟觉得你支持你吧 来 丽玉京 嗯 你毕业以后谈干嘛呀 我 嗯 我还没想好 丽玉京做什么 那不得看眷业以后什么打算啊 是吧 哎 行行行啊啊 是吧 赶紧吃吧 来 吃肉吃肉吃肉 哎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别人吃不吃了 他玩你这么多了 你还给他家 来 吃吃吃 看这眷业太美了 没事 你能像眷业这样吗 我不能像眷业那样 我会像林雨晶那样 等会儿别喂啊 你饿不饿心啊 王一阳 天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干嘛不让我喝酒啊 感觉都被王一阳他们鄙视了 哎 你是忘了你喝酒喝醉以后的样子吗 那下次我喝果汁 你也得喝果汁 行 那我上去了 去吧 好 你好 嗯 你的呢 我的 我也要 你怎么还有包袱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